8月29日,泰国当红明星棒来到北京,为泰国旅游业做宣传推广活动,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吸引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到泰国旅游。 在推荐宣传会上,棒与粉丝们亲密互动,让中国粉丝亲身感受到这位泰国偶像超强的秦和力。 这怎么说,耍赖是不是啊,耍赖是不是啊,耍赖是不是啊,耍赖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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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剪刀和,他晕了,急救车120。 刘棒主演的丘比特的圈套,明天我依然爱你,天使之争等多部作品被引入中国,并引发收视热潮。 他因此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,作为泰国天王级的巨星,棒在泰国国内拥有极高的人气。 当天,帅气现身的棒全程满面笑容,与粉丝们一起大秀演技。 好, 。 不好意思, 我的写发本人,跟我们的写词两次交流。 这个好, 看看, 我的姐姐。 我跟姊姊就很相爱嘛 我们就这样嘛 很正常啦 我们就这样嘛 很正常啦 好狡猾啊 这个说法实际 是不是很厉害也呢 好像真的生死了一样 好像真的生死了一样 我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啦 那就是妹妹啦 姐妹关系啦 在活动现场 邦再次用中文向范冰冰示爱 在今年六月份上海电影节上 邦曾公开称自己是范冰冰的粉丝 范冰冰喜欢她吗 我 你喜欢赵薇还是范冰冰的粉丝 你喜欢赵薇还是范冰冰的粉丝 还是两个都要呢 哦 哦 我喜欢 赵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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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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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